在这一边我们有除 然后这一种除的题目呢 我们要记得我们 上面有加减的时候我们不可以直接 越 ok 你直接越你就错了 你要做什么事情呢 你要factorization之后再来越 二挂弧m-m 二一样你给它投出来 剩下m-m 然后你知道m2m-m2呢 它是m加m乘m ok 然后你就可以越减 然后你剩下的是二挖m加m 在这一边呢 我们要懂几个identity 就有m加m乘m-m的话呢 这一个这样沉进去 沉进去 沉进去 所以它会变成m2-mm加mm 然后再减m2 然后它变成m2-m2 ok 然后如果我的那个a加b的square的话呢 我就有a加b 乘a加b 然后才会变成a2加ab加ab加ab加b 然后才会变成a2加2ab加b OK 是因为这样的原因 然后这两个可以合起来 然后呃 所以 86464m2这样 ok 这一个是高手直接用口诀 前并方后并方前后 位在中央 你不会的话呢 你就这样 m-8mm-8m这样 一个这样沉 一个这样沉 这样慢慢的沉出来给他 这个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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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他就变成m2-8mm-8mm加64m2 所以他就会变成m2-16mm加64m2 然后我们有4个term的时候呢 我前面一样的跟他抽出来 8跟m可以跟他抽出来 所以我把8m抽出来 它剩下m-2m 后面的它的7跟m可以抽出来 然后它剩下的是m-2m 然后你的m-2m一样 然后呢 剩下的是8m加7m 这个8m加7m抽出来 在前面 OK 好 第8题的这一题呢 你就 跟第1题 是类似的 这一种乘出的题目呢 你就做factorization 5p 选5p 选5x加5 5跟48 OK 我们知道75跟48呢 它的那个lcm是什么呢 lcm for 75 和 48 我拿到的是 不是lcm OK 我要的是hcf hcf OK 我的hcf 就gcd OK 3 所以我其实可以把3抽出来 然后它剩下的是 25.16x2 然后2y-5 除你把它变成成成 然后6y-16除 95 OK OK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你的除会变成成 然后后面的东西变导反 那好像小学的时候我们有 什么2分之1除 4分之3 它就变成2分之1乘 然后3分之4 除变成成后面的反反过来 所以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5p 4x加5 然后这一个 这一个呢 它其实是5square 然后这一个整个是4x的square 然后我们有a square-b square等于a加b a-b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是5加4x 乘5-4x 然后这一边是2y-5 然后这个我也可以把3抽出来 2y-5 OK 326 35 然后除 9p square q OK 我们的factorization 这一个6y-15 我的这一个6y-15 我可以 看到它都是3的倍数 所以我 把3抽出来的之后 我这个除3 这个也除3 326 3515 所以它就会变成3挂骨 2y-5 就是这样来的 OK 所以这个是factorization 当我们factorize 了之后呢 你看我的 2y-5跟2y-5 可以越 4x加5跟5加4x可以越 OK 2加3跟3加2是一样的东西 4x加5跟5加4x是一样的东西 P跟P月 339 313 OK 然后 他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再越了 所以他这一边他就会变成 5挂骨 5-4x 除以 pq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1月升pq 5 然后这个等这个月 这个等这个月 OK 好 这个就是我的答案 OK 我们要知道 就是说 我的这一个 5加4x 其实是4x加5 所以他可以越